这题的话基本上 你又要想说他到底做哪 要哪一些东西 第一个 显示这个两分其实 基本上是非常简单的 他等于是就是什么 就显示这几个字应该会 print line就好了嘛 把它输出对 然后呢在输入N个之后的话 按enter 就会乱数产生N个乱数出来 比如说你输入10 他就会输入 他就会帮你跑出什么 10个乱数 那乱数到多少呢 基本上画面上看到应该是 从1到999 三位数字就可以 而且不需要三码 反正说各位数字也是不让普林 然后呢最后有个重点 就是必须要什么 递增排序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 你要把它做排序 所以乱数产生这个前面有讲过 但是排序怎么排序 所以那个热透彩 如果他刚好又多一个题目 就是请你按什么呢 数字排序的话 那你也要加这个功能 所以呢要怎么做 基本上跟第一题很类似 那大概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时间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大概先跟各位开个头 怎么做 基本上 嗯 嗯 来看一下 我们来先把那个最后的结果让一下 各位 如果执行起来 那一定会要求使用者输入一个值 所以他就在这边输入一个10好了 按个enter 就会跳出10个乱数 ok 那这10个乱数 其实题目里面没有要求说你不不能重复了 所以有可能会重复 但是呢 我产生10个数字啊 要重复 其实几率不太高 因为有0到999 有1000个数字 1到999个数字的话 重复的几率不高 ok 那这里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 那也是建立class 那这边我们会需要用到几个 一样的部分就是说 这个不用 要不要判断 这个flag不用 第一个的话呢 要怎么样让使用者输入一个 输入几个数个数 那这边的话 由个数去产生什么 产生决定我们要阵列的长度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会需要怎么用 用scanner 那这个scanner的话呢 就是可以怎么样呢 就扫描我们键盘的动作 也就是说我输入一个10 它就会scan进来 然后呢 利用什么呢 scanner里面的一个方法 叫做Next Line 把它读进来 那读进来之后的话呢 再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强制 就用转型 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整数 所以用什么呢 integer.valueof 或者是用那个 integer里面有个叫pass in 也可以啦 用valueof跟pass in 在这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习惯用valueof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读进来之后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数字 我把它scan进来之后的话 就会放到这个size里面 那size里面的话呢 就是在宣告一个阵列 那new的size 这个size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由使用者输入的值来决定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再来宣告 也就是说 先读取 再来做什么 做产生阵列的动作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产生阵列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把它输出 那怎么输出啊 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回圈嘛 那这边总共有10个 所以呢 我们就给他一个10个回圈 那中间加什么 中间加一个tab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中间加一个tab 那tab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跑回圈 for i等于0到多少呢 当这个值小于 特别这个条件恐怕方向 要看清楚 刚刚有同学有方向搞混了 条件因为减减 他一直就是可能用加加的情况比较多了 所以方向错了 结果就没有输出结果 OK 那当小于 这个size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做底下的动作 就是用什么呢 这地方 其实的话你会发现 我如果1到999 基本上就是什么 random max点random 乘上999 那最后出来的话会是 最大值 最小值就0 最大值就是998.99999 然后再加1的话 就变1到9999.99999 因为里面有说明嘛 它不会等于1 所以呢最后再把小数点去掉 所以用int 然后传给前面的部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排序 特别注意啊 其实如果要排序的话 那在阵列里面排序 还好那个Java有提供一个 一个什么呢 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叫arrays arrays非常好用 也就是说你这个arrays的类别 我们直接怎么样呢 arrays点sort 这个方法 直接把我们的阵列放进去 它就自动帮我们排序 而且是由小到大排序 那当然你有小到大排序的话呢 你就可以排完序之后的话 再把它输出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结果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要颠倒过来 由什么呢 这边是由小到大 如果你由大到小的话 那其实你就怎么样 输出的时候怎么样 改成什么 改成减减就好了嘛 就反向输出 不就 反正先排序完之后 你要看怎么输出 其实都可以 所以这边的话呢 是 几个重点就是说 输入用scanner 第二个的话呢 输出几个再来排序 那不过如果说今天 题目假设会有要求 就是说 要也是一样 不要有重复的值的话 那也是一样 你要把什么 第一题的部分 里面的那个 先度 先判断 所以要产生一个变数是pooling 那判断说里面值有没有改变 所以你这地方 如果这个部分完成之后 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 把这一题照片改写 产生什么呢 产生没有重复的乱数 OK 这里的话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试试看